哇,这个头盔也太帅了吧 哈喽,欢迎收看陶哥测评 那大家都知道,我是头盔终结者可穿戴绝缘体 所以每次测评头盔都心惊胆战的生怕再次进医院 而最近呢,我是收到了由Killer Buddy出品的钢铁支柱下1比1可穿戴的头盔 它还是分为单体以及套装两个版本进行发售的 那这次呢,我们也是一步到位,直接给大家测评豪华的套装版 那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款产品的素质表现,到底如何吧 打开包装盒后可以看到,因为是套装版 所以说头盔外呢,本品还会额外附带一个蓝牙音箱的展示底座 而钢铁支柱侠的头盔本体则是被放置在了这个泡沫塑料的手提箱里面 可以说对于产品的保护还是挺到位的 取出头盔之后,我们拿出Hottoys的1比6钢铁支柱侠1.0来进行对比 为什么说是1.0呢,因为HD最近还出了个2.0,希望别再发生皮褪褪色的问题了 那看回这款头盔本身啊,外观忠实还原了电影形象 除了蜘蛛网状的线条之外呢,表面还有丰富的纹理细节刻画 配合金属红色涂装,质感的表现还是挺不错的 同时摸上去的手感呢,也很好 而且透过透明材质的眼罩,还能够看到内侧蜂窝状的图案 而这样的设计呢,也使得玩家在佩戴时可以从里面看到外面 并且呢,由于眼睛的尺寸很大,所以视野其实还行啊 但是你们可千万别带着这个玩家去骑摩托车啊,这也太危险了 将耳朵处的盖板解开之后呢,就可以将头盔前后打开了 这里是有磁吸和卡扣的 打开后呢,可以看到内侧的连接感也是金属材质的 而头盔内侧呢,除了有内电之外 嘴部这里还设计了隐藏式的通风口,保证了穿戴时的舒适度 电池舱则是放在了额头的位置 里面需要装入四节信号电池,为本体进行供电 接着,按动下巴处的开关即可开启电源 这时候可以看到,不仅双眼会亮起白色灯光 而且呢,还会伴随有开机的音效 好,那么开机之后呢,我们赶快来试戴一下 猜猜看我能不能戴下 能戴下打一,不能戴下打二 来,见证奇迹的时刻 不行了,我头太大了,这戴不下咋办啊 咱,摇人吧 好,哥,大老远把我叫过来干什么啊 哎呀,没时间解释了,快跟我上楼吧,江湖救急啊 哎呀,如果看过我之前上海HotelCJ掌那个视频的话 应该还记得这位小庆小冶姐吧 这次呢,我就把它特地从上海请过来了 来,你看看这个 什么,叫过来江湖戴头盔啊 对啊,不然你以为呢 好吧 OK,那么小冶姐穿戴上头盔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这款头盔该怎么玩啊 它一共有触摸和遥控两种交互方式 先来看看触摸 首先用手摸一下左脸颊 可以将双眼切换为红色的秒杀模式灯效 接着再摸一下的话呢 就可以关闭眼灯 然后我们再摸一下 这时呢,它就会恢复为初始的白色灯效了 下面我们触摸一下左侧太阳穴的位置 这时左眼会眨洞一下 然后再摸一下的话呢 可以看到左眼会眯起来 而如果想要眼睛再次睁开的话 再摸一下对应的位置就可以了 那右眼的交互方式呢也是一样的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因为左右眼是独立控制的 所以你可以自由搭配 以此来在线支出下不同的眼神 除此之外摸一下右侧脸颊 双眼还会进行眨眼功能的演示 同时这个玩法呢 也可以在不同眼灯的模式下进行触发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顺带一提 当你一段时间不与这个头盔进行交互的话 它会熄灭眼灯并进入休眠模式 这时如果想要重启的话呢 只需要再摸一下面部任意出的感应器就可以了 另外这个头盔呢 还可以用遥控器来控制啊 长按中间的按钮即可开启电源 而遥控器电源开关周围的四个按键 刚好对应的就是头盔本体上的四个触摸感应啊 所以说如果不想触摸的话 可以用这个遥控器来操纵眼灯的切换 以及眨眼的效果 另外用遥控器操控 还会再多一个全部功能演示的玩法 按动一下这个按键就可以看到 头盔的眼灯切换 包括眨眼功能呢会全部给你演示一遍 这个还真挺酷的 最后蓝牙音箱的底座 是只有入手套装版才会附属的 那顶部的图案造型呢 参考了钢铁蜘蛛侠战衣胸口的纹路 同时正面呢 还有漫威无限传奇的金属名牌 产品里面附带有电源线 而它的充电口包括开关都在后面 拨动一下即可开机 开机后呢可以看到中间会亮起白色灯光 而且如果连接手机蓝牙播放音乐的话呢 这个灯光还会变成呼吸的灯效 接着我们安装透明导光管以及头托配件 那值得注意的是呢 遥控器还能够收纳到这个凹槽里面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将头盔直接摆放上去了 可以说有了这个蓝牙音箱底座之后呢 这个头盔当做一个桌面摆件展示还是挺好的 所以预算允许的话 我会优先推荐你入手套装版 OK那么到这里 这款由Killabuddy出品的钢铁之路下 一比一可穿戴头盔 就给大家介绍的差不多了 一番把玩下来 个人觉得这款头盔还蛮好玩的 不仅能眨眼 而且还能切换眼灯 造型还原度包括做工也没啥问题 就是价格 要是能再亲民一点就更好了 同时也感谢小野姐大老远跑过来出镜啊 毕竟如果我自己想戴上这个头盔展示的话 那的确是有点为难的 好那么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喜欢视频记得关注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